那么端午间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来历 那就纪念屈原呗 又是塞龙州 又是吃粽子的 可是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这个纪念屈原的风俗啊 和纪念屈原本身之间 它有矛盾 怎么矛盾 头一个 人家屈原呢 在这个密罗江畔待着的时候 人家屈原可没有记载 说在江上划过船 那这龙州是怎么来的 还有一个 说这粽子呢 是怕屈原投江之后啊 那尸体被江底下 鱼鳖虾蟹给吃了 所以把粽子扔一些 喂这些鱼鳖虾蟹 它就不动屈原的尸身 这又有问题 你既然是喂这些鱼鳖虾蟹 那你就把粽子直接扔一下 你何必还要外头包上那叶子 在搁绳旋着呢 这不费了劲了吗 万一这鱼鳖虾蟹 觉得吃粽子还得去皮 还得去绳子 费劲直接还不如吃屈原 那么失得其反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 我跟大家说 有一种说法解释的很合理 当然合理它不一定是真实的 我姑往言之 你姑往听之 说为什么 这粽子龙舟和纪念屈原有关 说这屈原呢 是个忠臣不假 有才学不假 但是咱这么说 这人呢 对异性的这种喜好 对美人的这种爱慕 恐怕是哪个男人都摆脱不了的 说屈原呢 喜欢上了一个女人 谁呢 楚怀王的宠妃叫郑秀 咱们很多朋友看过跟屈原有关的剧 知道这郑秀啊 妖艳无比特漂亮 有人说不对啊 郑秀不是陷害屈原吗 我告诉你那是后来剧作家编的 郑诗里从来没记载过郑秀陷害屈原 说屈原喜欢上郑秀的 说屈原的九歌九章里边 诗里头凡是香草美人 一说美人 那都是表达对郑秀的爱恋之情 可你别忘了 郑秀是楚怀王的女人 楚怀王这个来气啊 你干嘛 屈原 你想怎么着 你也敢喜欢我的女人 所以说后来 屈原被流放到密罗江判的时候呢 楚怀王在月黑风高之夜 就派人过来 谢斯芬要把屈原杀了 也不怎么走漏消息 屈原一看跑吧 赶紧 就在江上架着龙舟啊 架叶扁舟就跑 他在前面跑 后头的楚怀王的将士 在后头划船追 你看一个跑一个追 像不像今天塞龙舟 说那种子怎么回事呢 那你屈原一个书生 守护其之力 拿笔子上如狼似虎 这些将士 很快追上屈原了 把屈原从这船 蹬到这船上 怎么处理呢 八斤头拢二倍给捆起来 然后 套上一个大麻袋 在麻袋之外 又加几道绳勒紧了 把屈原扔江里 活活淹死 就楚怀王害屈原 大伙想想 这里头是屈原的身子 外头扣一层麻袋 再割绳一拴一记 像不像这粽子 跟那叶子包上 再割绳一拴呢 所以这一幕 有老百姓看着 都觉得屈原死的冤 楚怀王太过残暴 所以根据屈原 逃命这经过 一个船在前面跑 一个船在后头追 再加上屈原遇害这过程 被人家给捆上 照上麻袋 再捆扔江里 根据这个 发明了赛龙舟 发明了吃粽子 所以你这一解释 大伙我想是不是合理多了 有人说老梁 你真能扯 这不是我能扯 这是一种说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故往言止 你故往听止 端午节到了 咱也没什么事 底下有朋友跟你议论 端午节怎么来的 今天去远安吃粽子 你可以跟他掰一掰 无非就是茶余饭后 多了几分谈资而已 我这么说 你这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